來 來到這邊來 好 今次的創意甜點 豆腐 它怎麼示範的 來 請 有沒有名字 有 叫做什麼 繽紛雪山白玉 繽紛雪山白玉 對 對啊 好厲害的感覺 對啊 用嫩豆腐 對 因為做甜的東西 不適合用有調味的淡豆腐 這邊有一碗的冰糖 糖粉的話 你就用這種模式就可以了 打出來就像外面甜點墊 很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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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繞麵粉了 好 這樣子就可以了 感覺好好吃 那你像這種 有時候最近港點 有一個雪山叉燒包有沒有 上面就是搞這個玩意兒 一般麵糊調好 就是麵粉加水對不對 我這邊的麵糊是加醋 蛤 怎麼會 來 這麼多 為什麼 這麼多 醋一定有它的效果 它預熱爆沖嘛 是要沖去哪兒 等一下 等一下我整個這個麵粉糊呢 沖到你家 整個麵粉糊了 它裡面就好像 油這麼多 要這麼多 我第一看 你這幾乎都1比1了都 對 沒錯 現在我把它調勻 那麼加少量的一點點的水 別擔心 它不會因為加那麼多的醋 然後出來這個外殼會酸酸的 因為在高溫當中已經沖掉了 可是因為有這麼多的醋 讓它泥化的效果是完全到位 那到底要調都濃了 醋你加多少油多少 都沒有絕對值 我等一下還要再加油 油怎麼會這樣子 好多油喔 這樣的麵糊不能想像 為什麼要看 沒看過 這樣的麵糊 太妙了 它變得好那個喔 師傅 那調到這個C的時候 泡打粉進來 泡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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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這上頭了 麵粉撒一點 先沾 菠菜粉 先沾 先沾乾粉 對 這這麼厚對不對 你看看 就會變成整個流泊 就是好像我們芋頭角的 那個酥酥的蜂巢狀這樣子 因為其實油下去 油就會解掉了 其實就沒有了 這個厲害 是長這樣 好好玩 長這樣子 來 先注意看 拿一個豆腐 沾一點點的麵粉 來 那我現在丟到這裡邊來 丟到這裡邊來 整個麵糊了 把它均勻了以後 就這樣子下鍋 好 誠哥 那你現在拿一雙筷子 大概給它30秒時間來 你注意看 我慢慢給它翻過來 翻過來 它那一片的皮就很亮眼 很亮眼 它是薄薄的一層 薄薄的一層 薄薄 而且很酥 非常的酥 我以為它會 就是炸開對不對 對 就這樣子 油溫要這麼高 要這麼高 這算不容易 這好有技術 這一般不會 好 這個先夾起來 30秒 30秒倒了 對啊 不要把它弄碎了 對啊 它繼續在擠 你弄碎 好燙 好 可以了 誠哥 那接著下來了 這邊我再下鍋 再重整一次 再炸一下 可是這目前跟甜還沒有搭上邊 對 因為我們今天甜的豆腐點心 還是以豆腐為主要的訴求 所以我盡可能的 主題食材要完全尊重它 你可以給我們吃看看 很酥的 我把它放在這個稀油紙上面 我趁著熱的時候 我把皮屑抹上來 很開胃 好酥喔 厲害 檸檬皮屑的味道 馬上就衝出來了 蝦血了 聖誕節 那你在吃這個甜度的時候 這個糖入口即化 那裡面原味的豆腐 也不會讓你感覺很突兀這樣子 今天我們在節目當中 現場就用調理機做了以後 觀眾朋友很容易一下子就會了 其實這樣看 你真的不知道它是豆腐 不會知道 對啊 漂亮 就真的在家裡素 它真的變甜點了 一端出來真是巧妇 對啊 馬上下去 謝謝 謝謝 冰飛雪山白玉 漂亮 漂亮